若念佛已念到心念心听的程度 可在念佛时增加观想西方三圣像吗? 念佛念到心念心听 就已经心念逐渐专一了 又何必再多此一举呢? 念佛时是否一定要用佛珠呢? 佛珠的用意何在呢? 念佛时用不用佛珠都没有关系 佛珠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已 在专心一意念佛时 杂念会突然出现 有清楚杂念的方法吗? 这是念佛功夫与时间长久的问题 只要念佛时能发于心 出于口 入于耳 应于心 持之以恒 念久了自然就会有 云开月线的时候 平时念佛 必须一心不乱 才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 若临终时 神是无主 虽然能够念佛 但无法做到专一 是否会妨碍往生呢? 如果平常能念佛得力 临终时自然能够做主 如果无法做到专一 只要不失正念 就不会妨碍往生 平常精神散乱 无法安定 默念佛号又常常起妄念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方法可以改善吗? 念佛必须发自于心 从口中送出佛号 再从耳朵将佛号听进去 如此周而复始 清清楚楚 久而久之 心念就能专一了 唐朝大师人 白乐天 净土颂中提及 达人应孝我 多却阿弥陀 达又做陌生 不达又如何 这三个达字 应如何解释呢? 达就是所谓的通达 通达的人怀有学问 一切开明的意思 念佛的时候 常常会有悲伤的感觉 这是什么境界呢? 这是念佛制成 慈悲心流露的现象 虽然是好现象 但也要用定力控制 要使身心轻松舒适才好 念佛念到清净大海 众菩萨时 应如何观想呢? 依照所念的内容 观想就可以了 念佛时要如何念教好呢? 要高声念 默念 或金刚念呢? 这些都不必拘腻 昏沉时 可采取高声念佛 以提振精神 心思散乱时 可采取金刚念 以集中精神 只静 躺着睡觉 上洗手间 或环境不适宜出身念时 可转成默念 可转成默念 以力持续念佛 要如何念佛 才能达到念佛三昧的境界呢? 这境界的现象 和效用又如何呢? 念佛要督舍六根 静念相继 如果能持之以恒 自然有水到渠成的时候 这境界的现象 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而效用就是 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